各位單位主管 各位同仁 我們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接著下來這兩個狀況是由我們 民進黨團聯合市政總質詢 現在我們開始計時 先暫停一下好不好 那個 拿什麼 主席啊 要拿什麼 時間稍微停一下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啊 開始計時 好 謝謝主席 市長 秘書長 市府各單位 首長 我想從這個時候開始 是我們民進黨團的 市政聯合總質詢 總共大概有九個鐘頭的時間 另外就是說 在明天禮拜六的下午 三個小時 我們可能會用書面質詢的方式 其他的大概就是 在議事廳這邊做總質詢 我想 首先就教就是說 在最近 遠見雜誌 在2016年六月份 週刊裡面 它報導了 這個 2016年 縣市首長的施政滿意度調查表 針對這份調查表 我想在這邊 就教於我們市長 以及各位首長 我想 正確你講 說 新鮮難求 沒問題 那 雞湯市 曾經 是風光一時 我是基隆市土生土長的 我在這裡想 一甲子以上 一甲子以上 那過去的基隆市 坦白說 非常的風光 那市民同胞也有光榮感 整個海洋城市 我們的文化 歷史 非常的豐富 那 也有美麗的山城 還有我們的海港 另外就是說 我們還有一群 非常勤奮的市民同胞 為這個海洋城市 在共同努力 過去的雞湯市 那我們不但 失業率很少 很小很小 甚至於還有很多很多的 這一些 外地的這一些人 來基隆這邊 打工 來基隆這邊 託生活 那雞湯 當時的這個波萊坪 是非常有名 當我們進出口 不是那麼方便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波萊坪 有很多 台北市 或者新北市 的這一些人 經常跑來基隆這邊 購買我們基隆市的波萊坪 既然的道路很漂亮 但是 就是說 這幾年 因為我們中央政府的目視 跟我們地方政府 不夠積極 然後政策的錯誤 所以啊 我們有很多建設 果族不全 不盡則退 而且啊 是每況愈下 每況愈下 十幾年來 我們基隆市的啊 市長市政滿意度啊 都是敬培莫作 都是調查尾 都是最後一名 十幾年來 每一個面向的報導啊 的報告啊 通通都是最後一名 失業率 離婚率 自殺率 都是全國最高的 老百姓啊 鬱鬱寡歡 老百姓啊 可以說很鬱鬱 很鬱鬱 所以啊 在這一次的這個啊 在 前年的這個 市長的選舉啊 都顯現出來 包括啊 啊 這個 地方的選舉啊 都 都顯現出來 林市長 可能是歷屆啊 市長啊 選舉裡面啊 最高票當選的 當然 市民 對林市長的期待非常高 非常高 當然我們也看到 市長這個 這 一年半的打命 在各方面的面向啊 都有顯著的啊 一個進步 特別就是說 在這個 遠見雜誌的這一份 報導裡面啊 不管是在 觀光休閒 在道路與交通 在警政治安 在消防與公共安全 甚至於在環保部分 都有非常顯著顯著的進步 在整個市政免疫度啊 你去年五十三點四分 今年啊 甚至於要升為啊 六十五點六分 過去啊 雞蛋市啊 最買名 最買名 我經常你說啊 比那個 南投縣那個縣長啊 啊 貪污啊 還要跟館長啊 做得更賣 我們雞蛋市啊 都最買名 但是我們很高興 這邊的遠見雜誌啊 給我們任市長 跟整個市府團隊一個公道 一個公道 表示說齁 你打拼 齁 自然啊 升級就出來了 我想說 數字會說話啦 數字會說話 齁 這雜誌的報道裡面啊 齁 我們更是 更是啊 要升為四顆星 五顆星 齁 我們沒辦法才會拚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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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說財劃法 劃分下去 他們的財政比我們好很多 比我們基隆 多好很多 所以基隆市啊 我們在推動很多 政策的時候 有時候啊 因為經費也不久 所以真的是啊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辛苦 所以這裡我也要請教 市長 你這年來 一定很辛苦 一定很辛苦 我經常記者來跟市民同胞說 你不要看市長 剛才買一個漢堡和晚上 剛才七點半買的 那個漢堡 晚上七點半還沒吃 市長 我想請教一下 你這樣年多來 你一天喔 最多的行程走多少 走幾個行程 一天啊 請你答應一下 你一天最多 你要計算嗎 一年多來 謝謝市議員的詢問 我真的 這個問題蠻難回答的 有沒有二十個或三十個 你的行程 最多可能有吧 最多可能有吧 有三四個行程嗎 坦白說 請坐 坦白說啊 行程三十個很多啦 很多了啦 還不是還早十個 十個 二十個就很厲害 另外 市長你一天大概會議開幾個 從你進入市政府到現在 最多會的 你一天喔 我要去 如果要去理會 要跟你請教 要跟你報告 有什麼事情齁 我想 經常都遇到你去開會 而且啊 外面的市長市 外面還有很多批的啊 這一些啊 我們的局所所長在那邊等待 那一個接一個 我知道就是你那邊的會議很多 你一天最多開幾個 開幾個會議 那如果最多的話 大大小小 可能應該有超過七個以上 七個 可能有超過七個以上 七個以上 七個以上 那當然是不等啦 開會的時間有的是不等 有的比較永長 有的可能比較短 可能比較短 總是啊 市政府啊 在長期啊 過去的這一些啊 啊 調查位 那最後一名的情形之下 整個啊 可以說很多螺絲都鬆掉了 所以市政府必須要啊 就是說 銀頭趕上 必須要積極努力 所以有很多地方 很多的會議啊 你必須要啊 一個一個啊 親自啊 親立二位 你都自己都要 本身自己去打招 當然 在這邊啊 我也想跟市長啊 這個 研討一下就說 市政府 我看你這年多來齁 有幾個啊 就是說啊 比較困難度比較大的 就是說 中山又路的拖關工程啊 長期大概有五六年啊 大概有七八戶在那邊啊 他都不願意讓人家拆遷 原屋主啊都不願意 但是 經過市長的努力啊 經過他的協調 甚至把這些蔡政府啊 都邀請來啊 市政府這邊啊 當面跟他做協調 然後一一來做解決 所以啊 在就任以後啊 大概一年內啊 就完全處理掉了 過去五六年沒辦法解決囉 沒辦法解決 但是 我很高興啊 林市長啊 他管理跟民眾站在座位 跟老百姓啊 站在一起 所以啊 才有辦法把我們的身段放低 照法度可以把這些事情處理 就 就如同啊 市政府在處理啊 我們成功喬笑的這些攤販一樣 這個負販也是一樣啊 你要跟他取締啊 還是說你要跟他幹 他鄉公離開那個地方喔 他會反抗 他會抗爭 他會反對 而且啊 到處幫你放 幫你放風聲 但是 我很高興說市政府 反正把這些負販都叫在市長市裡面 來跟他們做協調 啊 了解負販他們的訴求 啊 了解我們政府的訴求 我現在突然知道說政府的訴求 好啊 要跟他談 我想很多很多的政策 很多很多的這一些啊 甚至於我們的政績啊 都是因為這樣形成的 所以在這裡 我想 啊 用兩句話 啊 兩個人說的啦 來做啊 作為我們市長跟我們啊 局處首長啊 這一些啊 共同勉勵 第一點就是說 新上任的小英總統 他在選舉的時候他有講過 他說他未來做總統啊 他會是一個啊 最會協調啊 的一個政府 他這個政府啊 絕對不會說啊 老百姓說老百姓的 政府做政府的 然後啊 風馬牛不相關 然後老百姓的這個陳情也好 老百姓的抗議也好啊 他從耳不聽 老百姓的 不會跟過去一樣 他一定是會 會是一個最 最會協調的一個政府 另外啊 我記得 南民進黨 蘇貞昌啊 我們的前主席 他在等人啊 台北官的管長的時候 就是現在的新北市的市長的時候 他有一句話也是他的名言 因為我們政府啊 有很多政策 有很多法條 不是作為啊 老百姓陳情案件的一種束縛 我們啊 老百姓的陳情案件啊 我們政府啊 就這一些啊 政策法條 我們是要拿出來啊 作為啊 給他們解套的這一些 這個法條 是來幫人民啊 解決問題的 是 政府的這一些政策法條 是在幫助人民 不是啊 這些政策法條 是拿出來 恕國人民 都電腦拜 我們做政府的就是這樣 我們做政府的就是啊 以老百姓為主 人民最大 人民最大 老百姓的陳情案件 我們永遠啊 都把它擺在啊 我們的第一位 我想這樣做每一個啊 我們的局勢首長這樣做 來講 我們的老百姓沒問題 老百姓會跟我們的政府站在一起 那這個政府啊 我們在市政作為方面啊 我們在市政作為方面啊 就很有成績啦 就很方便了 我們千萬啊 不能跟老百姓做對 不要跟他們為敵 或者跟他們啊 站在對立面 我們要跟他們站在一起 如果站在一起的話 那我們的啊 這個民調也好 我們市長市政滿意度也好 或者是這些啊 各局處的這些面向啊 調查也好 我們都是會第一的 我們也不會說啊 現在三顆星 現在四顆星 我們甚至於以後會五顆星 市長 主席市長 各單位主管 今天這個議題齁 關於民調的問題 啊 很恭喜啊 很恭喜啊 你們的民調齁 幾年這個 呃 四十四點 四十四點八趴 滿意度啦齁 提升到五三點四 有升有九趴的這個 這個幅度 這個幅度是 二十二官司齁 進步最多 三個官司幾億了齁 只要表示肯定齁 從林市長當選到現在 我們都看得到齁 他除了帶到 他競選本地 王毅生 王處長 進入市府以外 除了各部門 都是去外面找的 好的人材 這個人材 當中有一個特色 就是 第一專業 第二敢拼 齁 是懶惰的一些人才 加上市長 年輕 有智慧 都做哈哈 這個團隊 一直往前前進 齁 人家在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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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不僅人家在拼 人家在拼 人家在拼 帶了一些 也許是市府的員工 跑去各地 去探 去傾聽民意 然後 去了解地方的需要 然後做研討 做規劃 這是看得到的 所以 才會在這個名義上顯現出來 所以這裡我表示肯定 齁 剛好有人提到說過 過去的雞人 我就可以做一個雷 三十幾年前 我是由於宜蘭 鎮腳擲來雞人 當時我剛才替我 因為宜蘭那個地方 非常善恰 有農業大縣 找不到 所以我跑到基隆 這個一級的國際三港 那個時候 排名好像第七 第八 吞吐之後 那個時候雞人 到處都不緊 到處都機會 只要你認真 只要你打拼 一定打出一個工山 打出一個天 就是那個時候我來 然後我看見 雞人的薪衰 這三十幾年來 因為國際 整個經濟的環境的轉變 所以雞人慢慢在左下坡 啊因為 當時所謂發雞啦 發雞的人 不知道是無心 或者說 不要打拼 或者說無能 我不曉得 不然你關這個情勢 很惡化的轉變 所以整個雞人都要打拼 後來雞人變成三流 即將被邊緣化 黃昏的國雄 當時的基隆市 兩年前的基隆市 最不快樂的城市 最多的社區 這個時候 那個林市長剛好當選 他好像用兩個口號而已 這個口號說要改變基隆 一個口號 是找回基隆的光榮感 從那時候開始他就開始拼 所以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我們當然是要感動 除了感動他一些 對的就是 要到三天 因為 改革 不管是哪一位改革的改革者 絕對有一些既得利益 或者反動勢力的 作業啦 所以外面也有人在說 不能讓林柳昌做得太好 不能讓林柳昌出得太多 出得太多 後來不然 不然 不知道這個社員怎麼出來 我不知道 但是那都不要管 所以我是希望說 市長 你應該是 在這裡我給你建議 我說我是委宜蘭來 我說有一個人你要學 叫做丹定人 陳定人 剛去動選 宜蘭廣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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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廣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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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 因為說 如果六清去跟宜蘭 宜蘭就完蛋了 所以他蠻堅定 不讓六清進入 他開動一種方向 就是 農業修前大縣 結果他這個路線走得到 現在宜蘭 因為陳定然加上 紀念頭的游西坤縣長 叫劉鎖成 加上現在的那個 那個陳縣長 林縣長 林沖縣縣長 現在宜蘭一年有五六百萬的郵件 去那遊玩 去那觀光 那我提到這裡就是希望市長 就這方面 我為什麼提到這個 因為在你施政總報告裡面 你相當清楚的把基隆定位也訂出來 這個定位裡面有 郵輪 有郵庭 物聯網 會展加上 這個 製個這個什麼那個 4.0的工業 那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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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這樣才有 基隆才有求 因為我們都會非常清楚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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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勢在變 包括基隆的三大航山 這個長榮 跟溫海 加上陽明 就一直要去台北港了 兩個已經去了 除了洋明 會去不去還不知道 他們也有意思不去 所以慢慢 基隆的 香港的這個功能 也在做下坡 所以 基隆港如果想要轉變的話 勢必定位 勢必方向一定要變 但這方面 市長相當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非常清楚 因為這個定位如果不對 像宜蘭 當初如果有六千進出的會 宜蘭是三角 三角的那種平原 那個空氣汙染 擺不掉的時候 宜蘭整個線 線差不多都完蛋 全部被汙染掉 那那個管就完蛋了 但是他非常清楚把定位找出來 那 基隆同樣是這樣子 同樣是這樣子 這一點 往後還有 明天我還會救教市長 就這個定位上的一些 看法 會救教市長 再來我這幾天我去看 基隆的很多很多歷史的這個 相比比較重要 從清條開始看 日本時代 跟國民政府時代 我看了一個譬如說 基隆的 我們的秀村老區 以前都是海埔形成地 我才發展出目前這種狀況 那個時候 基隆很漂亮 那個時候基隆很漂亮很漂亮 因為有鋼才有漆嘛 所以鋼跟漆 所以鋼如果發電 7就發電 鋼如果衰敗 7就衰敗 所以我在這裡 也是希望市長 一個蠻重要的這種 也許你在進行中 所謂港式合一 這部份的管理 這部份的管理 一定要 非常密切 我們從火車站 火車站 這個新的火車站 蓋起來這個過程中的快速 因為 當時 前朝的市政府 跟所謂的台鐵局 跟港務局 沒有協調好 結果一個新的車頭 做好之後 亂七八糟 人來跟我們基隆 頭上的英雄 就有車頭 就說 基隆怎麼這麼爛 但是市長你已經當選了 你當然要承接 就因為沒有四港合一 或者說 跟中央那種關切 協調的不怎麼好 就情況底下 整個騎人家 頭上的英雄 騎著就有 不夠密密毛毛 當然後來你跟 蔡世映 立委 因為這個問題 有嚴重性 你在你的團隊規劃的 規劃的情況下 他帶著規劃的 帶著中央馬上去土地公園 這點 確實 好像 既然 立街市長 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積極 沒有這麼積極 去哪有那個市長 帶著 他當時去中央 土地公園 我們來討論一下 就這一點 我也是跟你肯定 因為基隆如果再不改變的話 非常的危險 非常的危險 我記得 如果在前朝那個時代 有一個C2跟C3碼頭 那個時候 港務局 報告市政府 傾向裁定 傾向裁定 這兩座 這兩座 如果 還給他 撞掉的時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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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啊 這個蝦漆 這個蝦漆 一個渡漆 一個港口 如果都是一些 新的建築物的話 這個蝦漆 應萬沒有明天 我們不管到哪個進步的城市 要去觀光也好 要去刺激也好 我們所要看的 是他的歷史文化產物 基隆其實 過期很漂亮 也很多這種東西 但是 以前的政府 洋服 保守 把這些東西都弄改 那時候 我在某個基金會裡面 我那邊也有很多 文化人 還有一些年輕朋友 在那時候 用抗爭的方式 加上議會 我們想辦法把他留下來 還好林市長當選 要不然的話 西歐西蘭也完蛋 這就是 這就是港式合一的重要 而且港式合一的核心 我希望 市長 你要指導 你要指導 你一定要指導 因為過期的 一些所謂公務人員 他好像所想的 就都停頓在那裡 要有新的想法 基隆才可能會改變 這一點我是希望說 市長就這方面 你要 要學習 丹領 那種 領航者 那種開拓者 那種 心態 你 帶到你的團隊 來把基隆改變 帶到你的團隊 一步一步走 雄進 如果你照你這種情 這種打拚這種態度的話 你要練習 運動沒問題 如果 如果你練習 還四年之後 你要在拚的時候 基隆才有明天 因為基隆已經太濃厚了 太濃厚了 我們有很多年輕人 一直想回來的基隆 基隆 吹不頭髮 總說起來 所以基隆勢必要轉變 基隆要轉變 整個港一定要轉變 這港如果沒有轉變 基隆也是不可能 所以在這一點 這一方面 我還是 明天的話 我有很多問題 在救教育市長 總是我給你輕盈 你的團隊真的 我都看得到 甚至我也參與有到 他來到我的高雄 中三期選期 齊彥欣其市長 哇很可憐 我們的教理處處長 還有我 太多啦 我家務要說 總是有一點蠻肯定的 連禮拜師後就出來拚 就這一點 市長 你慶盡得到這些 你的團隊 專精 還有想要拚 給人才有希望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牛昌市長 段內的團隊 本會議員 咱們對這篇天下雜誌 咱們對所有的冠市長 五島和所有的冠市長的評比 在這裡 我是看到頭一項是知道 頭一項就是市長 因為是年輕市長 大家對市長有很大的期待 對年輕人有很大的興奮 也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所以對年輕市長 包括新的市長 包括基隆市長 還有土屋市長 對他們比較輕盈 年輕人做下去的進步 他還會有機會發揮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市長萬一度 市長萬一度 我們是照分數在排的時候 差不多是第十名 十幾個月是第八名 如果照市長沒有萬一度 沒有萬一度 我們現在算是最多了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更加重 就是說 所以說基本上市長這年半的市場 無緣的人比過比較少 我們這裡看到說假期市 他無緣度到百分之四十里 我們百分之十九 對於說他跟假期比起來 這個無緣度我們關注一下 就是大家要讓市長有很大的空間去發揮 對市長在市場無緣動牌一直公平來對待 用這個受理出來堅定 當然我們這三個 我們這三個少年都到最佳晉部獎 最佳晉部獎就是很好鼓勵 因為頭前還有比如說我們五都 我們有這個 市場分數是七十七 市長是六十五點六 這個中間要把撩到那個程度 還有這個很大的進步空間 希望市長長對這個 每一項進步和退步什麼 都要把一項一項拿去做參考 這個如果進步和退步 差距很多 表示停滯不全 這個部分都要好好加強 特別是我們的經濟和重要的部分 經濟和酒壓的部分 我們進步是百分之十四點 因為退步是百分之十五點三 對於說我們這個 酒壓經營 並沒有因為我們這幾年以外 我們基隆市的酒壓經營有更好 所以因為這個退步超過進步 這個部分 當然因為我們整個經濟問題 因為基隆港一些酒壓機會 去由台北港提起 造成我們基隆市 因為提起之後 這些本來有酒壓的人可能 刷去 現在無套勞 無套勞通過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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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可能就 經濟就比較沒問題 這是連帶影響 所以像對這個 我像是市長醫藥要來 好好加強 這如果撐起來 經濟到市場進步 超過退步超過很多的經營地 可能可以打擾其他 其他這些都做得更頂級 像我們觀光休閒這個部分 觀光休閒這個部分 我們是白的 他這裡有白的一頂二頂三頂四頂 我們是白的第四頂的頭頂 當然 進步和退步這些東西差很多 就是說原地 我們是 這個進步是43.6 結果人員退步是7.9 所以落差很大 比如說 我們這個觀光 經過指定 提供這個 郵輪 按這個國際母港 我們這個 來雞郎 郵輪越來越多 當然對雞郎市 周邊 那有這個 邊際效應 有什麼邊際效應 因為 郵輪來雞郎 多少都照對 雞郎市以外 雞郎市真正是過路而已 所以如果真正以外 過路會比較多 我們不用說 按這個人客 不是只有過路而已 是在這裡 我如果稍微睡覺 也不是稍微 兩點前後 三點前後 甚至剛好 價錢 這個原市市長 將來努力的地方 這如果努力 做到 還有對雞郎市的 這個 觀光業 這些 服務業 幫助盡 大 這個 服務業幫助盡大 現在雞郎市 經濟 主人的貼心 當然這個 陀螺的部分 我們已經 進行做一條 這個洗完陀螺 這個 洗完陀螺是 林立螺 再來 我們再做 再做第二條 第二條 洗完陀螺 一條 這個比較做的 醫療也有這個 說這樣 陀螺坑坑坑 不期待歐根 這個經營 如果 如果 檢照 當然這個醫療 這個還要進步 所以 我們 我們 擺持 乾頭 更進一步 我們 既然市 這邊 得到最佳 進步獎 我們過年很歡迎 但是 頭前還有很多 我們目標 是在頭前 因為 市長 你的市長 如果 最好的 競爭 所有既然市民 大家都想 都要進步 你到的方面 你這個經濟方面 你 渡路方面 還是觀光 休閒 這些 都進步 當然 我們的醫療 衛生 當然 還有很多 進步空間 我們醫療 衛生 現在是擺在市長 市長 市長 這個 因為 退步是6.1 進步是28.9 這當然是 我們的 衛生局長 有努力 市民 有在 輕盈 來講出來 我們既然市的 市立病院 齁 齁 還要 這麼大的 監討 還有一個 當然 現在我們有一個 新的 新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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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市立病院 一定有 要注重 它 將來 要怎麼發揮 要怎麼跟 衛生局長 來好好配合 不能說 行租上是 衛生局長 好像 頂頭上司 這上 兩個是 幾乎是 平起平坐 這樣齁 對這個 基隆市的醫療品質 不進步 所以兩人一定要 通力合作 這個 比較有經驗的 跟新做 你就要 新人 要 多減 聽 這個 衛生局長 或者是 跟衛生局長 來好好配合 講對 基隆市的 市民的醫療品質 我們市民的醫療品質 有 很大的鐵性的空間 我們市民是 提供的基隆市 這個 很好的 法務 建議是一個小福利的一款 我們市民 除了說 所有的專民健康 過去做到現在的 合家法 政府要有辦法 修到人家來做這個 做到 行業做到越多越好 我們對 一般的這個 家業保館 再上一層 要來去市民的時候 我們要有十多處理 不要說市民 醫生不久 火薯不久 租完不久 因為我 一段時間 我總共去 去這個 我們市民醫本部 去做這個 物理治療 做 一百 十幾次 在 這個 三個 三四個裡面 做 做百幾次 一百十幾次 我看 裡面的 復健師 都很年輕 做到 大家做到 無頭蒼蠅 但是 東西都很久 都很厚 都很壞 這種 如果沒有提醒 他這樣 欠到這樣 現在聽到說 哪裡有什麼 有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業務員來推薦 哇 這價錢打到外面 很快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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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出現 嗎 這 你們 真的 要去的地方 你們 他們說 這裡 有什麼 發肥的地方 這部門 要好好加強 每個 都 都 有需要加強 我們剛才說 這個 耐蚊 有很多 醫生 都很細 包括副委長 都可以按企業平凡處理得很好 但是還有很大的空間 當然要鼓勵一項一項拿出來 我也好 但是今天是比較沒時間 今天是尖對這些 都來好好處理 當然我們的環保部門 環保部門 我們是三頂的 三頂如果進步跟鐵部 我如果是進步更多 鐵部真的表示我們有進步的地方 要怎麼介意 我想是因為 我們是尖對這個 一年的這個 一年半的事情 來做一個檢討 當然 中華郷大家看起來 叫這天下雜誌比我們議員 你說的更客觀 所以尖對這個 希望說市長 我們做得很好沒有錯 但是這裡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希望市長 做得很好 不要自滿 要不再百分 還要加強的地方 冠軍會處理 看看經濟這方面 如果市長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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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有另外 本來用這個 有色的眼光 你給你們看 這些人 給他們看的官方 說 做得很好 不是自己保 不怕操作 正人的保 我想這是我們市長 我們保障 共同的面對 因為說市長 好 做得更好 做得更有市民 大家亂來 我想這是 我們做市長的目的 希望大家保障 好 謝謝 好 市長 尖對 這邊 眼見雜誌的 這個 縣市首長的 滿意度 我相信 你的十字 你的媒體 跟很多 我們的議員當人 都已經 說得很清楚 其實 也是對我們市政府 團隊的一個 競爭 當然 我們現在是 全國第15名 當然 我們還有很多 進步的空間 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本身在這裡 要請教我們市長 你認為說 在這邊 所問見 所問的 這個八個項目 裡面 你認為 有需要改進 提升的項目 最重要 而且 破載媒體 你認為說 哪一行 應該要先提起來做 我本身在這裡 請教我們市長 市長 市長 你坐路了 沒關係 房子才站著 你坐沒關係 好 謝謝 還有謝謝各位議員 先敬大家的指教 那個 其實 一次的這樣子 施政滿意度 還有一些施政面向的調查 當然我們這次有好的一個 進步的一個成績 不過 我想好還要更好 所以 師父 當然 大家 我們會再繼續的來努力 那說實在 因為 整個基隆的一個市政的環境 不管是剛剛陳志誠議員講 最後要經濟跟就業 其實經濟跟就業 有一個先決跟基本的一個條件 就是我們必須把整個城市的環境 還有基礎的一些設施 還有整個產業發展的一個方向 必須要明確跟清楚 那這個不只是我們自己 那也讓社會上能夠了解 因為整個世界上競爭的一個態勢 現在變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我們目標跟方向清楚之外 其實我們的策略跟行動要非常的靈活 而且要隨時的來做一些因應跟調整 那 那洪議員有特別提到需要改進的部分 在這個遠見雜誌的這個調查的八個面向裡面 我們進步的最多是在交通道路的這一部分 也就是從最後一名現在進步到第九名 那洪議員垂詢說 我認為哪一個部分最需要改進的 我還是認為雖然是交通跟這個道路是 現在進步最多而且變成第九名 但我個人還是覺得這一部分 也是未來我們更需要積極加強跟改進的部分 因為這是一切城市建設跟發展的一個基礎 所以在我們的城市轉運站 還有火車站的周邊的廊帶的一個改善跟發展 還有包括整個港際周邊整個環境的一個改善 這個都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所以雖然是進步最多 但也是未來我們要重點繼續努力的一個方向跟標的 謝謝 謝謝市長的這個回覆 其實從八個面向裡面 市民針對進步跟推幅力的這個比例項目裡面 八個面向裡面有七個都是正面的有加分 只有一個項目就是經濟跟就業 經濟跟就業在我們基隆市的市民裡面 他們的觀感裡面他們認知裡面是複數的 是複數的 表示說我們現在的經濟跟就業他們的感覺是沒有進步 是沒有進步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就是有待改進跟提升的項目 本行是認為說 我們經濟跟就業的部分 我們真的要去加強 如果我們在這個部分有加強的話 有改善的話 我想對於整體的縣市首長的滿意度 這個民視還會再提升 雖然市長剛剛有講 整個的就業環境跟經濟環境 是每個縣市的基本的一個天然的一個條件 跟它的投資的環境 這個是比較固定的 但是有些方式跟策略上 是我們事務團隊是可以去做琢磨去做努力的 所以在這裡我真的要請教我們這個處長 針對我們基隆市的這個經濟跟就業力 我們這個廠花處有什麼投資計畫 有沒有什麼計畫 有沒有 請處長回答一下 謝謝洪議員的垂涎 那個 基隆市目前大概就是兩個工業區 兩個工業區實際上現在也大概 都幾乎都已經大概90%都已經滿了 那這一部分的話 實際上要運用的空間不是很大 那現在的話就是說 可能就是要透過都市計畫變更 將整個核武廊帶 它大概有250公頃的一個土地 我們大概就我們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 可能就這個土地的充分利用 以及一些那個像IoT 這方面的能夠去引進來 那讓上中下游的廠商能夠進駐 那這樣的話大概就可以帶動我們這邊的經濟的產值 那也可以讓我們就市民就業的機率就會高 那這一部分的話或許是四五會來我們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這個大概是比較大的方向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 現在有一些團隊 它是希望說 利用我們有一些地可以再繼續開闊工業區 像北台 還有像道輪 現在陸陸續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接觸 那我們希望這個如果也可以完成的話呢 它大概增加就業的機會就會多 那經濟的實力大概就會有所增加 另外其他大概就是製造業的一些升級跟轉期 這一部分的話後續 因為我們有一些工廠要走公方路線 那有一些是要就是比較屬於那種機械化的 讓它能夠去升級 然後也增加它一些那個加工加值的部分 這個也是後續我們大概要著力的地方 以上再先做說明 報告 謝謝處長你的說明喔 但是本集認為你的說明喔 沒有講到重點 沒有講到重點 其實在整個我們投資台灣入口網站裡面 我們看所有各縣市的所有的投資機會裡面 每一個縣市的投資機會都好幾十項 它的它整個投資的計畫 從幾百萬到幾億幾十億的 甚至百億的機會都有 那我們相對的我們從這個入口網站裡面 我們看到我們基隆市能夠投資的機會只有一項 內項是什麼 我想我們廠話處應該知道吧 你知道我們提出的內項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詳細提醒我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他上面 有一個人 基隆投資計畫有一個人 他現在基隆港東岸機車出租投資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各方的一個招商的部分 大家都積極的在招商 很多的投資機會都出來 甚至還有策略性的優先的產業 他們希望說 有哪些特殊 然後優先性的 他們希望能夠帶到他們的縣市 那麼我們這個策略性的招商的產業的內容裡面 我們基隆市竟然是贏 竟然是沒有 人家每個縣市都有策略性的一個招商的一個產業 我幾個例子來講 從我們最近的部分來講 台北市來講 台北市它的五大優先招商產業是 資通訊產業 觀光修學產業 生技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以及醫療照顧產業 另外在台南市 台南市他們是太陽人產業 光電產業 生物科技產業 汽機車零件產業 新竹市 它是國際時尚流行精品產業 商展會議展覽產業 運動休閒產業 養生健康產業 觀光休閒產業 新竹 它是生技產業 生醫園區觀光休閒產業 我們鄰近的宜蘭 它還有深層海水產業 以及太陽光電產業 另外桃園 它有物流產業 光電產業 半導體產業 傳統產業 觀光產業裡面的文化創意 以及航太 航太產業 另外台中 他們有精密的機械產業 以及會議展覽產業 生物醫美觀光產業 醫療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每一個縣市 都有針對它本身縣市的特有性 以及產業的一個聚集的一個部分 來增加他們縣市的一個特色產業的一個燒商的一個方案 但是相對的我認為說我們基隆市的招商這個部分 確實都沒有好好的做到 也才支持我們基隆市的很多市民 需要到別的縣市去謀生去就業 所以相對的市民 對於針對我們基隆市的經濟跟就業的這個部分 他們所反映出來的 是退步的 是退步的 所以這個部分 本席在這裡 真的是要請我們產化處 真的要好好發揮一下心思 我們基隆市到底我們未來要優先招商的產業是什麼 這個才有一個主軸 才有一個方向 未來我們基隆市要拓展整個經濟跟就業 我們的下一代他們才有一個機會 不然你如果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這樣子來講的話 對於我們基隆市的經濟跟就業完全沒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那麼另外呢 我們在觀光主軸上面 這裡本席也要稍微提一下 等一下 這個還有招商這個部分 獎勵的部分 請處長說一下 我們基隆市現在的一個招商獎勵的方式是什麼 我們基隆市針對招商 我們希望業者來我們基隆市投資 我們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獎勵措施 目前我們招商的話大概只能做一些那個稅 稅就是說減稅的部分而已 其他的部分的話大概應該沒有其他的獎勵措施 因為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多餘的土地可以做招商 是這樣子 那其實本席在這裡跟你講一下 我們基隆市目前招商的部分 只有減免地價稅跟房屋稅 這還是少部分而已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縣市 他們在招商獎勵方面 你請坐 招商獎勵的部分 他們除了免徵地價稅房屋稅 免徵 甚至於有些公司運輸的車輛的牌照稅 也是免徵 只要屬於地方稅的部分 他們有些縣市 他們都會盡量去幫廠商來做爭取 這個也是希望廠商來縣市投資的一個誘因 另外的話我們看到桃園 還有很多縣市都有 他們針對他們的勞工訓練的補助 是補助50% 就是說他公司要訓練他的勞工 他可能這個員工的薪資可能要100萬 他可能他就補助你50萬 就是加強企業主 針對勞工專業上的一個訓練的補助 我想這個方式也是非常的好 另外他們還有勞工薪資的補助 除了信念部分有一個補助以外 在薪資的部分也有補助 也有補助 那麼當然他們房屋稅跟地價稅是全部免徵 那我們只有減免而已 那麼另外他們還有技術開發 創新品牌 他們很多的投資金額上的補助 我想跟處長你期許 其實我們招商的部分真的要好好努力 另外能夠針對招商的誘因 我們應該多把它列入出來 作為未來我們招商 我們招商能夠用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獎勵的措施 我想這樣子對於我們金融市的招商方面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只要招商成功的話 我想要改變我們的經濟跟集合力 我想市民朋友都應該都會感受得到 因為這樣子來講的話 對於我們金融市未來產業的一個部分 我想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加分跟成效跟效果 另外我這裡要看到一個觀光的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交理處 針對我們金融市的觀光的部分 你有沒有什麼主軸 根譯做報告 其實觀光的這個部分 應該是說 它有點像我們公司一個Sales 就是這樣 我這裡面的產品很好很好 你們來買我的產品一樣 所以對我們來講 金融市是我們先蹲馬步這些 我們現在先盤點 我們現在既有一些文化、資源、自然這些景觀 這些基本的設備這些 然後蹲好了以後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些推銷 但是在這個同時的時候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是要聯合這個北北基的部分 那因為對我們來講 他們的資源就是當作我們的資源 那才可以引進外界的資源 所以對我們來講 觀光的部分 我們會推是兩大部分 一個是國民旅遊的部分 也就是國內的部分來基隆 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國外的部分 尤其是郵輪產業部分 那這兩大部分是我們現在要來推的目標 好 謝謝處長 針對這個城市行銷 其實觀光 觀光其實跟城市行銷其實是相連性的 在2007年陳菊市長 他當時的市場滿意度是只有兩顆星而已 可以講說民調是非常的低 但是他針對立化環境以及城市的一個行銷 尤其是四大運 讓整個陳菊市長的市長市政滿意度 每一年都升一顆星 急步上來一直到現在五顆星 已經聯繫好多年了 已經聯繫好多年了 那麼當然 立化環境的部分 我們陳菊市長他有鼓勵民間去認養立地 鼓勵民間去認養立地 那有一部分呢 他給於這個認養立地的一些優良廠商 他有很多的一些獎勵的方案 比如說他可以減免地價稅或免徵地價稅 另外呢 他還放寬了建幣力跟那個容積力 讓整個高雄市變成宜居的城市 整個都市景觀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市政府也不用花一毛錢 也不用花一毛錢 那麼另外針對觀光的部分 其實我們鄰近的城市 最近這幾年我想很多市民朋友 都會希望說到宜蘭那邊去旅遊 那麼我們到宜蘭那邊去旅遊 其實我們看到宜蘭縣 他整個觀光三大主軸裡面 第一個就是宜蘭社區總體營造 還有一個宜蘭社區總體營造 另外的話就是郊西溫泉區 另外還有一個宜蘭麗色博覽會 宜蘭麗色博覽會 那麼我想說我們基隆市 針對觀光主軸的部分 我想在這裡要建議我們市長 以及所有的處長 本席認為我們基隆市的砲台 就是砲台文化 在基隆市有25處的地方有砲台 我想這個文化局局長應該知道 這是在全國市之罪 全國所有的縣市沒有一個縣市的砲台 比我們多 幾乎都比我們少 我們的砲台文化非常有特色 我想說未來我們的觀光主軸 這個部分我想請事務 這一方面要稍微去琢磨 另外的話就是戰爭博物館 戰爭博物館 因為你從以前所有的戰爭 其實基隆他都是 過去人家講 台灣的煙喉之稱基隆 在北部所有的作戰 在基隆他可以講說 是整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是全國幾乎 沒有跟基隆的情況是一樣 不管是從 從1624年荷蘭來台灣 以及那時候的西班牙日本 整個作戰的部分 基隆都是北台灣最重要的戰列位置 戰列據點 所以本席認為說 這個部分我們真的要好好去規劃 未來在基隆市能夠設置一個戰爭博物館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稀有性特有性 對於基隆市的觀光主軸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另外的話就是基隆港灣特區 基隆港灣特區 我們有C2C3這個文創園區 另外還有市長吉利的推動的 一個微笑港灣的部分 那麼當然還有我們 郵輪母港的這種商業上的一個行為 未來在基隆港周邊 我想如果郵輪母港能夠設置 然後將我們市長的一些 對於我們基隆港區的一些 精心的規劃進去的話 我想未來在台灣要購買 商業精品的部分 甚至於免稅的部分 應該都會來我們基隆 都會來我們基隆 那尤其基隆母港 每一年帶來了將近百萬 現在應該是七八十萬的一些遊客 來到基隆來消費 我想如果這個部分 整個商圈的部分 能夠加以精心的規劃 我想整個郵輪母港的這個部分 應該會帶來非常大的人潮 另外的話就是C2C3的文創園區 C2C3的文創園區 可以讓很多藝術家創造者 他們能夠將他們精心的製作的產品 能夠在於C2C3碼頭 那邊來做一些文創的一些 辦理的一些活動 我想這個部分 也會吸引非常多的一些人潮 然後再加上市長推行的一個微笑港灣 讓所有的市民朋友 以及遊客 都能夠在周邊 來欣賞基隆市的美港 然後順便來基隆市購物 我想對於我們基隆市 未來整體的觀光產業 也會有非常大的一些注意 所以本席在這裡 以上跟所有我們市府團隊 做起喜跟勤勉 謝謝 謝謝 請問我們 大日 請問一下 私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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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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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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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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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